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精英奖首轮结果出炉 赵丽颖肖战等入围 杨子迪丽热巴惨遭出局 第31届中国电视精英奖 近日公布第一轮投票结果公布 这一次大奖共设五个奖项 分别为最佳男女主角 最佳男女配角奖和电视节目主持人 今年的精英奖演技类评选 在举办之前就进行了很大的改革 取消了所谓的依靠粉丝吹捧的人气奖 意味着今年入围的演员都是凭借业务能力 相比较用流量拉拢人气的骚操作 通过演技比拼的争夺似乎才更得民心 大江大河二山海情等54部电视剧 肖战 朱易龙等77名男主角 赵金脉 杨颖等72名女主角 袁权等90名女配角 撒贝宁等17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将参与第二轮网络投票 细看入选名单中的演员 真可谓是神仙打架 女主角名单 赵丽颖 李沁 赵金脉 刘诗诗 韩雪 杨幂 杨颖 樱颖 樱桃 张天爱等 均在列 男主角名单 黄晓明 郑凯 肖战 晋东 黄轩 朱易龙 白静廷 陈建斌 佟大为 陈坤 王凯 王一博等 对于这份男女主角名单 不少人感觉一难评 因为越来越搞不懂金英奖的评判标准是什么了 如果是看演员流量 不难发现 这次很多流量明星都不在名单上 上榜的大多都是实力派演员 如果说是看演员演技 为什么杨颖这种拍一部毁一部剧的人 竟然还可以争夺女主角 其他85花要没有作品 要没有演技 但杨颖的演技一直以来为人诟病 今年播出的《风起龙溪》和《爱情》应该有的样子 这两部作品收视率也不及预期 因此它的入围引起了网友纷纷吐槽 还有备受瞩目的杨子和迪丽热巴也惨遭出局 虽然杨子手握几部大爆剧 演技人气在业内也是有口皆碑 但不可否认的是奖项依旧是衡量 一个演员是否成功的标准 对于杨子没有入围金英奖 网友们众说纷纭 一部分人认为是因为口水蛋糕事件 影响了杨子后续的口碑 去年 宋希荣获金英女神 今年 到底花落谁家 十分期待 话说 大家心目中最佳人选 都有谁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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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